接下来的科目是迅速通过这座高30米长50米的架桥 只见吊桥上特战队员要适应不停的晃动 吊桥下不断喷出的火蛇 让温度瞬间升高了很多 面对如此多的干扰因素 特战队员能不能射中目标呢 此时吊桥高30多米 稍微有点风吹就会造成晃动 高进度狙击步枪它是在静止的条件下 那个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晃动的条件下 那个也是极其难的 由于狙击枪的目标把藏在山沟中 一时间很难找到 但吴军还是快速扣动了扳机 它的成绩到底如何呢 吴军打得不错 减一减二减六四十四环 中文字幕直播